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千年前的太阳神鸟已经尽在咫尺 它是四川金沙遗址中最令人惊艳的形象 这是一张外近12.5厘米 厚近0.02厘米 含金量高达94.2%的金箔 它是人类的生命之光 全世界五大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都无一例外地出现过太阳崇拜 这轮可以放在手掌上的太阳 自始至终都是个谜 有人说旋转的火球是太阳神 四只鸟是太阳神的四位使者 寓意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有人说旋转的火球是太阳 四只鸟是托付太阳在天上运行的神鸟 讲述着中国金乌复日的古代神话 有人说四只鸟首尾相连 循环往复代表四季 十二到太阳金芒代表十二个月 四和十二都暗合着天数 自然送给人类的礼物 被古蜀人用世界上最珍贵稀有的金字 在一个八整大的地方 勾画出了古蜀人的宇宙印象 太阳照耀着古蜀大地 特殊的地貌造成特殊的气象 古蜀先民从微妙的自然现象里 去解读太阳和季节运行的规律 古蜀人所创造呈现的形象 早已超越肉眼所见 它是一种符号 一种象征 指代想要呈现的神圣事物 木形器 鸟形器 其实都是与太阳有关的象征性符号 是古蜀人对光的理解 和对大自然的认知吧 这与年代更早的三星堆 似乎如出一折 太阳轮 鸟 木等等 都是不断出现的 和太阳相关联的符号 这些像阳光一样 森发着璀璨光芒的精气 仿佛是金沙人最迷恋的圣物 这里就是太阳神鸟金箔的发现地 据专家们分析 这一带应该是专门用于祭祀的宾河场所 九个呈方形排列整齐的大型柱洞 很可能是承托祭台之用 周边一个又一个祭祀坑 放满了成堆的巨大象牙 鹿角 野猪獠牙 玉器 金器 石器 这是三千年前河边一场盛大的祭祀 这些财富并非献给人的 而是献给自然的 当人类逐渐远离了神巫世界 再也无法破译太阳神鸟金箔的真正含义 2005年 太阳神鸟从一千六百余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 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成为数以万计的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 太阳神鸟 20克黄金里的宇宙 在这0.02厘米厚度记录的宇宙时光里 我们如一粒微尘般存在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 穿楼 哦 最终的